挽救经济最好的方法呀 其实就是放开烟花爆竹 解除限购 金融扶持 您让大家买房 可能没多少人配合 但不需要按揭 不需要分期付款 您如果是放开烟花爆竹 买的人呢 绝对多 一下这个GDP就上去了 咱们都知道哈 春节放炮是为了驱除年寿 避邪消灾 听个响 看个热闹 老人小孩都开心 要说之前呢 也没啥多的花样 普通人家除了放放挂鞭 二T奖 一丝一丝也就得了 后来这经济水平上去了 家家户户都想着买个大的 火树银花 自拉一整个天空 看着啊 是挺壮观 但是后面的硫磺味和这个迷雾啊 也确实把人熏得够呛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就是年的记忆啊 也算是一个桥梁 连接了传统和现代 但现在城里呢 已经很久都没有这样的年味了 随之而来的 是人群啊 越来越疏远和冰冷 都忙着挣钱的时候 不觉得 这三年突然的暂停啊 一下子像陀罗似的 让很多人失去了生活的重心 这反倒把大家儿时的记忆给提了起来 所以呢 今年喊着要恢复烟花 这个习俗的人就特别多 而且喊的也特别凶 这也可以理解嘛 毕竟大家都想着要去去晦气 但是 对于上面来说 这玩意 它就是个不稳定因素啊 所以不出意外的话呀 今年城里可能依旧是放不了 你比如说浙江 就愣是搬出了环保小数据 有理有据的告诉大家 放烟花呀 是在危害地球 什么叫找不痛快 可能这就是 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有些朋友忍不住啊 他也会躲着放嘛 这可能就是啊 成长对于一个人来说 原来是正面硬刚 现在呢 改有迂回了 在权衡利弊中选择沉默 确实少了些血性 所以呢 跟这个敌皮窝老的游击战一比 昨天咱们说的河南州口 那几个年轻人呢 他就显得像愣头青 他们这个烟花放的确实够响亮 不但放给了自己看 放的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但是如果我开头说的 那个假设是成立的 那河南州口这几个年轻人 放的这个炮仗 可就打响了 经济复苏的第一枪了 您觉得呢 我是定风波 下回咱们来 接着说